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讲究 高度仿真 复杂的焊接技术 青铜防腐技术 难度之高 至今无法破解 所以我对他才有这么深的温情的经历 冠绝于世的秦龄铜车马 真实还原古人高超的造车记忆 做历史的人不懂考古学 你永远站不到学术研究的前沿 为我们智慧的中华民族的先祖特彩 炒谷公开课 承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为您讲述车轮上的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欢迎走进考古公开课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型考古历史文化节目 考古公开课 那参加我们今天公开课的 由我们节目组面向社会招募的 六位考古的学员 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 欢迎大家 从古至今车在人类社会当中 其实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交通工具的作用 车在中国的起源非常地早 比如说在诗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话 由女同车 言如笋花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车可不得了 它是中国历史上 或者说迄今为止 大家所发现的青铜之冠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走进这架车和它背后的故事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后藏 但自古至今 藏未有胜如始皇者也 为了建造这座位于陕西陵桐的 秦始皇帝陵 耗时三十七年 动用的名利最多时 可达七十余万人 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中 有关于秦始皇陵的宏大和奢侈的描述 极为纷繁 1980年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风土西侧 近二十米处 发现一座大型陪葬坑 在其中一个长方形雾谷内 出土了两剩大型彩绘铜车马 编号为一号车和二号车 秦始皇陵铜车马 是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 象征着秦始皇轮架的一部分 同车马的形质是模仿实实在在真车的形状 一号同车马通长225厘米 通高152厘米 总重量1061千克 车内树立一高柄的铜伞 伞下有一站立的铜玉观容 二号铜车马通长317厘米 通高106.2厘米 总重量1241千克 车的形质与一号车大致相似 由于二车出土时 牧国已经腐朽 均在原地被压碎 一号车共破碎成1352片 二号车破碎成1685片 经过将近八年的清理修复 终于以规律的峰姿在线人士 一号车二号车的尺寸 为实物的二分之一 车身多处有彩绘 并配有大量的经营事件 工艺先进而复杂 是中国出土文物中 年代最早 形体最大 结构最复杂 架具最全 级别最高 制作最精美 保存最完整的铜柱马车 也是世界考古所建 最大的组合型轻铜器 那么这辆圣铜车马 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 哪些高超的造车技术呢 我是陕西人 我从小就在林铜长大了 而且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也做过两年多的导游 我这样跟大家讲 每次我近距离地走近他们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语言 都无法去描述自己 感受到的那种震撼 那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震撼 一起来感受这绝美的秦灵铜车马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有请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彭林教授 掌声欢迎 彭老师您好 欢迎你 彭老师 前一阵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聊天 说我们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了一台豪车 非常了不起 说这是不是西安街上能看见的最贵的车 然后看底下有网友马上发了一条说 不是 西安最贵的是铜车马 其实何止是西安 就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 有哪一辆车比它的价值还要高呢 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因为它历史年代非常久远 上面保存的文化信息 以及这工艺技术 可以说是空前的 绝不绝后不知道 这到现在为止 这是无与伦比 唐老师 那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听到了 这个车分成一号车和二号车 您能简单地跟我们说一下 这一号 二号 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车呢 我们在夏朝就开始有 但是非常遗憾 这以前是木头做 这个木头在 木头的车在地下弄了几千年 基本上变成灰了 就最早的时候 这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地层的时候 就发现 这地方怎么有一条灰啊 就刷着把它刷了 刷完以后 再往下面什么 还有灰啊 后来意识到不对头 是不是下面什么东西 那么后来用石膏 把这个下面呢 把它灌起来 才发现是一个车轮 那么尽管这样呢 这个它还是有很多东西呢 一些绳子的 皮革的 时间久了呢 就是痕迹都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考古复原 这个出来的车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样子 对 那么这个车出来呢 就让我们看到真正的 马和车 它怎么套起来的 怎么架的 所以这个一号车呢 我们看了 让我们眼睛一亮 是这个闪盖 非常漂亮 如果我们到西安 那个兵马俑 这个博物院去看过的 那更惊讶 因为它那把伞呢 是活动的 遮雨遮太阳 大家知道 它这个方向是不固定的 早晨跟晚上 走在路东跟路西 不一样 它这个伞根呢 是可以调节的 有一个滑潮 把这个长的这个伞的 杠推进去 然后上面呢 是一个闪盖 二号车呢 比较特别 这个车我们从来没见过 那么它呢 是在一个车厢的 这个整个后面的车 它各成两半 前面一半比较小 是这个御者 就是司机 它呆的 后面呢 才是这个车的主人 它在里面待的 它可以坐 也可以躺着休息 非常安逸 非常舒服 那么这个车子呢 这个后时 它有三个窗户 就在这个 这个御者 它跟这个后面 这个车厢之间 有一个用脚链 连接起来的一个窗户 它有什么话 跟他讲 咱们要换个地方 咱们改道 咱们要怎么样 窗户打开来 随时可以 不用下车 跑到前面去 对吧 那么两边呢 还有窗户 这个窗户呢 就是 是带潮的 就现在我们 有些 推拉窗 推拉窗 可以拉开了以后呢 它有这个 零化纹的那个窗戈 你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啊 了解外面的情况 也可以调节 里面的光线 温度 那外面的人 看不见你 你看着这间 外面 那么这个后面呢 还有一个门 这是上下的 所以这种车子 让我们所有的人 领略到 那个时候 中国人坐的车子 有多讲究 彭教授 其实只是给我们 简单地讲了讲 这个车的一些 惊妙之处啊 真的就好像 让我们一下子 进入到一个 神奇的世界 我想先来问问大家 大家仔细来看看 我们台上的这个图片 有四匹马 但是我请大家看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边 这个图片上面 大家仔细数数 他手里面牵着的 这个缰绳 有几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四匹马 每匹马是两条 缰绳 二 四 得 八 那为什么他的手里 只有六条缰绳呢 我觉得四匹马 可能每只马上 然后有一条这个缰绳 另外的两条 是不是连接四匹马的 或者是连接这个车辆 控制方向的 我们都知道 古代天子驾六嘛 就是天子的马车 是要有六匹马的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那两匹马难道是 我们没有找到 或者是没有发现 首先呢就是说 不是说一匹马 只有一条缰绳 那个你拢不住它的 必须是两条 这个我要让你听话 你要往哪边跑 我就可以拽住你 一匹马一定是两条缰绳 在诗经里面 屡屡出现 驾住四匹马 不是还有两匹马跑掉了 就是说四母 母就是公的 对 四匹公嘛 能不能母的公的 搭在一起啊不行 那个马它不干活了 这个车就搞不成了 孔虎 孔是非常 虎是那个马 肥大 哎呀 四匹肥大的马 六配在手 配就是马将绳 你看 这个确确实实是六条 一个手三条 这个诗经 历代都有人研究它 都有人在解读 根据我们常识 应该是八配 为什么是六配 而且不止一个地方 凡是出现这个四马 它都将六配 我曾经亲眼看过这个 把马套到马车这个上面去 两匹马 那个马不像我们人啊 它没有意思的 我们两个人是干同一件事的 我们要配合 我们要听话 它没这个意思 它不肯往里去 进去了 它也不想按你的走 这个两匹马 你要去驾驭它很难啊 四匹马更难了 我曾经质问一个电影导演 我说那个时候打仗都是四匹马 你为什么只弄两匹马 彭教授啊 这四匹马训练到步伐一致 我这电影不要拍了 很难很难的 是 深入一尸 去 对 这两匹马 两匹马 两匹马 有 导演 有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感到困惑 或者是做了错误理解的这样一些认知 但我想可能通过刚才彭教授您的解读 也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考古学它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功能 就是正史的功能 正经不史 对吧 经里面学出的都把它正过来 史里面没有的 它给它补充了 所以我们做历史的人不懂考古学 你永远站不到学术研究的前沿 谢谢 谢谢彭教授 所以2000多年前 中国的古人到底有哪些高超的记忆 有哪些精妙的构思 所有这一切 我们都等待着彭丁教授 为我们一一解明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彭老师 我刚才说到 红车马的出土 让我们有幸 能够亲眼目睹 2000年前的 我们中国的工艺品 它做得极其讲究 那么它尽管缩小了一倍 但是它这个讲究的程度 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第一点 就是说这个两个铜车马 它高度仿针 你看看这个人身上的衣服 衣服上的折皱 头上的这个发饰 看到没有 皱纹 是铜座的 整个这个马的身上的 和车上 有木头的 有皮革的 有绳子的 有金属的 有彩绘的 它全部仿针 刚才我们看到的车厢里面 车厢里面不是光的 真实的车厢里面 上下四周全有彩绘 那么它把这个铜呢 也做到一种彩绘的效果 这是极不容易 那么它这个预则 脚底下有一块彩的板子 这个板子上有方格的这种纹 车厢里面 其实也有一块 相当于垫子那样的东西 你打开来看看 就觉得它很柔软 做得逼真啊 就这个东西是个软垫 它把它做得很好 那么这是追求 逼真 这样种求真 我不怕麻烦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 最佳的这个效果 这个车真实的是什么样的 要让你有直觉 第二呢 这个上面的工艺呢 复杂到这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比方说这个二号红车嘛 它这个马身上 如果我们按照零件 一件一件这样的数 大概有两千五百多件 然后这两千五百多件 它要把它连起来 用不同的方法把它连起来 这个连接的点 有将近三千八百个 那么这个点呢 它要表现不同的连接 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马身上 这个绳子它要打结 有死结 有活结 我们看到 这个活结有九种 死结有十三种 这个结怎么打的 你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也有的地方 原来就是不能动的 要固定的 要焊死的 那么这个焊法 我们研究金属工艺的 这个专家去看了以后 非常惊讶 有助焊 有迁焊 有红炮 有镶嵌四大类 每一类下面又分很多种 太专业了 我都说不出来 那么还有活的 这可以解开的 可以拆卸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也有好多种方法 比方说 马的头上的落头的那个部分 它有一些那个连接呢 子母扣连接 说得通俗一点 就像我们的手表链子 一机机灵活的 追求效果 在这个上面淋淋尽致 那么它上面还有头上的装饰呢 有这个一段呢 是用金筒结和银筒结 割四十二截 连起来的 然后你看呢 你看不出来 用X光去透视 它没有焊疤 这个金跟银的融点是相差很大 怎么做懂的 那么后来仔细研究呢 发现它里面有一个铜心 这个铜心的形状呢 是八能形 然后把这个金筒结和银筒结 很薄的 它这个里面也给它加工成八能形 我现在不敢想象 这怎么加工出来的 然后再把它套进去 套进去以后 不是套在这个铜心条上面 一截跟一截之间 它不是套结 我想套结就很简单了 它是对结 这个对结的地方 这个焊的怎么形成 这上面还有一些 很细小的链条 你只是一看 哎呀 那个直径只有 零点几个毫米铜丝 它把铜丝先焊成一个圆的 然后把它歪过来 再一个 然后把它一段一段地勾成链条 这个焊结的点 你仔细看 那么细 它还弄成一个斜面的 增加结束面积 你要焊 一定要用高温 它化掉了 你才能粘在一起 可是这个同时 你用高温一弄 同时就烧化了 那么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 真正是低温焊 可是那个时候的人 他有什么办法 有低温焊解 我们无法想象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它仿佛 不知道大家看这个铜丝马 看得仔细不仔细 你如果看得很仔细 发现 有一些马身上是有白颜色 这白颜色干什么的 那么专家研究呢 因为铜很容易锈的 特别埋在土里 酸啊 碱啊 各种腐蚀的这些成分 那么凡是没有 那个白颜色的地方 那个马 它都有锈 所以除了这个白颜色的地方 它都不锈 那么现在专家认为 它上面只有0.1到0.4 那个很薄的一层 现在我们推测 使用了一种可融性的素质 再加上一种白颜色的框子 揉在一起 然后给它刷在上面 这就起到了防锈防腐的作用 大家想想看 两千多年 金属防锈技术 另外我看这个东西 我做过功能 最让我吃惊的 就是个保板技术 两个车 都有一个很大的保板 一个是这个车的闪盖 这质金很大的 另外二号车的 那个上面的车厢盖 两米多 它这个非常薄 我们一般人看完就走了 但是像我这样做过功的人 就会想了 这个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冷断 就是那师傅 敲出来的 但上面看不到这种痕迹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要做一个模子 这东西有多大 你要做多大 它要留一个胶口 要把那个化了的铜水 从这口里面往下胶 由于这个板子非常薄 所以这个模子的中间 那一部分的空腔 非常小 非常小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你一边浇的时候 它前面往前面留 它遇到那个模子是冷的 它稍微留了一阵 它就凝固了 它不走了 对不对 大家能想象吗 做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它怎么做出来 因为它最薄的地方 只有一个黄 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包括在下 这些知识呢 我也希望大家以后 看着考古不要看热闹 都动脑筋想想 那么我们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我们智慧的 中华民族的先祖喝彩 谢谢 谢谢 刚才您说到了 您原来有过做工人的一段经历 所以可能带着这样的经历 再来看这样铜车马 就更加赞叹 2200多年前 我们古代的先民 居然能够拥有如此 精妙的构思和高超的工艺 所以经常有人说 我这个人那么喜欢古代的东西 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不是盲目的 我是因为了解它 而且我把主要的经历放在了解古代文化 所以我对它才有这么深的温情和敬意 我觉得是带着这样的温情和敬意 在看到这样的铜车马 尤其是听过彭林教授的讲述 我想我们应该从冰冷的铜车马上 能够读到温暖和温度 我想来问一问大家 六位学员听过了彭林教授的讲述之后 大家会有什么问题 想跟彭林教授沟通一下呢 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下 车最早的发明者是谁呢 我们有一本书叫《四本》 《四本》里面有一篇叫《做》 它里面都谁做什么谁做什么 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到西中坐车 而且这个人成了夏朝的车镇 就掌管车的官员 后来被封到靴 就现在山东的藤县 当地的人把这个西中的封为是祖先的 刚才彭老师您介绍的 仅仅是从这个车的制造的工艺 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们来讲讲这个使用的角度吧 比如说这个车是什么人才能坐的呢 这个车呢 通常来说要有贵族 它才能使用 那么我们汉书里面讲说呢 当时有一个姓田的城乡 干得非常好 后来他想退休了 可这个天子不让他退 说给你个优待 以后你上朝可以坐车 一直坐到里面 因为他当时很特别 所以大家管他叫车丞相 车丞相 所以他的后代都信了车了 所以现在信车的人 你要跟他好好聊聊 你知不知道这段光荣的历史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打仗 我们在左传里面看到 齐桓公在位十几年 本路过一个长勺之战 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他就很痛心 要加强武备 在国内造了五千辆车 我们以前这个天子叫万圣之国 像这样车一万两 如果你了解这个车座的工艺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后来是这个吴国北上要打齐国 他马上很快就一千辆兵车 摆在边境上 用于战争也非常多 这就相当于当时的重武器 机动部队 装甲坦克部队 所以您刚才跟我们解读了 就是车的种类有很多 那从考古的角度呢 比如说除了像秦陵的兵马俑之外 从出土的角度来讲 还有哪些呢 那太多了 那个简直是数不胜数 我们大概在三十年代 我们在殷墟的西区 开始发现有车马坑 那么在殷墟呢 孝明城 大司空村 郭家庄 梅元庄 都有那个出土 先秦的贵族为了身后的荣耀 都喜欢用车马殉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区 就发现了车马坑 细今为止 总数已有二三十座 殷墟车马坑的形质 与甲骨文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由于时间久远 车马的木质部分都变成了灰 考古工作者以高超的智慧 成功地对车的形状做了复原 自此之后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南 陕西 北京 山西 山东 河北 湖北等地 发现不同数量的车马坑 考古出土的车马坑规模不等 有的相当之大 陪葬马车的数量更是惊人 那么如此之多的马车 究竟如何制造 史书上是否有明确记载呢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很好奇 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讲述 我们看到 其实在先行两汉的时候 这个车 它的制作生产工艺 就非常的先进了 而且给我们的感觉是 它是非常有规制的 就像今天的汽车生产厂家一样 都是规模化的生产 那么这种制作工艺 有记载吗 是怎么样的一种制作呢 所以这个中国文化 我们说它博大今生 不是一句虚话 因为我们有一本很特殊的书 叫《考工记》 书名的意思就是考核着工匠 你做的东西合不合规范 它里面一共涉及到 30个跟手工业有关的职官 我们一方面全国大江南北 很多地方的人都在坐车 对 那么在这个坐的过程当中 它慢慢总结 这东西用什么材料 什么样的火候 这个尺寸 比例 结构 它要总结 所以我们现在到英雄区去看 那个车子 那个车轮特别高 轮子很大 后来就发现这么大 没有必要 而且使这个车比较笨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一直到秦 你看它那个车轮慢慢慢慢变小 车厦慢慢慢慢变大 符条原来很少 后来就慢慢慢慢变多了 变到这个车30个人 老子里面讲30伏 符条对符 共一鼓 一个车鼓 就是往中间的 它慢慢总结 那么到《考工记》这本书 它说 一部车子 它拒绝的工种 最多的就是车子 木工 金属工艺 刮膜的 皮质 皮工等等 所以一部车子有三个管 30个里面有三个 是关于车的 所以你看2000多年前 车就代表了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的 一个时代的 所有的工业生产的最高级别 所以让我们很好奇 那在那个年代 《考工记》当中对于造车 究竟有着怎样的详实的记录 我们继续把舞台和时间 留给我们的彭林教授 考工记里面有三个管 一个叫轮轮 就专门做轮子的 是批量生产 它的最大的能力 就是把一个轮子要做的 合乎要求 第二个管叫做鱼轮 其实我们最早那个鱼呢 是指车厢 有轮专门做车厢的 还有一个呢叫舟轮 舟呢就是那根圆 先把轮子做好 用一个轴 把两个轮子串在一起 把鱼车厢放在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动力跟车厢之间 怎么传递 那么从它底下呢 有一根很粗的 它们称为叫舟 我们今天称为叫圆 从那个下面连起来 然后抬起来 前面有个横 那个马车呢 那个马呢 都是在那个横下面 它上面有个东西 叫鱼 插着它脖子 然后再把它弄起来 这个缰绳呢 送到这个司机手上 考空间呢 里面呢分别讲了 这三个东西要怎么做 这个轮子呢 都是采的木头 那考空间讲 采三材必一石 这个树木生长在自然界 有朝阳的 有背阴的 朝阳的一面 它的木头的这个结构 比较致密 比较硬 那是它老晒太阳 那个背阴的一面 它比较疏松 那么你要用它来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要什么时候去采 把它采下来以后 这个车轮 它那个呢 是把那个木头啊 先弄成条 然后放在火上 揉就是烤 一点一点把它挽过来 由于非常讲究材料 所以在火上烤的时候 要把朝阴的那一面的材料 对着火 这样呢 就让阴面的那个那一面呢 让它变得致密 揉的时候非常慢 你一不小心 那边上面就崩了 要非常 慢慢地把它弄到 对了 然后再把它连起 然后这个周也要弯 古人发现 这个周炉是个直的 它太矮了 那个马拉车上坡 拉不动 甚至那个车要翻掉 下坡的时候 又这个车要顶着 这个马的尾巴了 所以呢 要把它往上揉 这么粗的木头 很难揉的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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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揉到一个 合适的高度 然后再跟这个横呢 连起来 最后检查 哎呀不得了 一个轮子 做得合格不合格 六种方法来检查 第一种方法 就拿圆规 来测 你这个轮圈 做得圆不圆 考工期讲 看一个车子好不好 就是看你这个轮子 接触地的那个面积 是大还是小 考工期里面讲到 这个轮子 这个边 要削掉 往两边 切一个斜面 使中间 着地的这个部分 尽可能小 它这样做出来的车子 倒在地里 就像那个刀啊 在那个里面走 阻力非常小 非常快 然后量每一根肤条 和你接触 是不是90度 要用锯质来量 第三个 这肤条一半双数 上面一根肤条 跟下面一根肤条 是不是在同一条锤线上 掉着一根线 很长 高度垂直 转过来 高度垂直 还有一个方法 两个人 这摆在水里 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不能一个这么敲的 一个是那么敲的 完全要一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要拿秤秤 两个东西要一样重 有这么严格的检查 通过了之后 这个人子才合格 才能送交给 下一道工学的人 哎呀 你不要看一辆车子 这个里面的名堂 多了去 谢谢 谢谢彭教授 刚才您对考工记 做车的这番解释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 今天我们都在提倡 大国工匠工匠精神 其实考工记里记载的 对 恰恰就是工匠精神 而这种工匠精神 一直被传承 不比今天差啊 那个他是今夜求今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彭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器物 是根据考工记里面 所描述的方法 复原出来的呢 这个撞到我枪口上了 因为我前两年呢 拿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就是要复原古代的一些礼节 那么包括古代的 世冠礼 成年礼 世婚礼 婚礼 世相见礼 还有一个相舍礼 那么这个里面 因为婚礼呢 要用到车 另外呢 我们的相舍礼用到弓箭 对 考工记里面 非常详细地讲了 这弓是怎么做的 当然这个文字非常难读 你想想用文言文去讲 一个弓怎么做 描述 描述它的尺寸 它这个里面 哪个地方叫什么 哎呦 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痛并快乐着 这个里面我们就 按照它的要求 做弓 做建 做车 考工记使用的是 先行的工程语言 非常晦涩难读 理解上 每每有奇异 那么 按照考工记上的记载 又该如何还原 古代的马车呢 我们看到这个 今天的婚礼 我就特别好奇 您复原的这个车 所以我们现在来 请彭老师先讲讲 这些图片上都是什么 这个是我为了 做那个课题 车轮 车厢 圆 包括那个横 二 完全是按照文献记载 结合考古发现 复原出来的 那么当时结婚呢 在那天晚上 新郎呢 要亲自驾车 到新娘家里去 把新娘呢 请出来 请上车 你看 它一根绳子 这个叫碎 就是上车啊 你要给力 就拉住它 我就上去了 绳子那一头 在车厢里 在车厢 固定在那个上面 咱们秦始皇 那个车里面 也有仿针的 就是在车厢的 驾驶员的背面 那个板上 就有一个 丝绸的 仿制品的 就是拉住它 相当于我们今天 坐那个轿车 门边上那个把手 一拉上去 给力 给力 那我很好奇了 这个新郎 在哪儿的 跪着的这个人是谁 这个不是 这个是工作人员 新郎呢是这样 他担任两个角色 一个是我一定要亲自来 我如果不亲自来 这个要闹笑话的 是吧 所以我们春秋 鸡 鸡逢 不亲吟 尤其诸侯不像话 他结婚了 他不去接 他坐家里等着 你这个是对新娘 极不尊重 所以这个不符合理的 结果回去呢 如果两个人坐一个车回去 那个家里没人 因为古时候 公公婆婆 要第二天才见面 那天晚上 是不跟你见面 所以家里必须要有人 就采取了一个办法 他上去以后 就是赶那个马 驾 让那个车轮转动三次之后 他就下来了 把这个车呢 给工作人员去那个 自己坐另一辆车 先去回家 先到家里 弄下以后在门口 这个家主人在这里呢 我再来等你 很辛苦的 一生而二润 头一天不见 第二天早上再见 第二天见公公婆婆 所以叫代小堂前拜旧姑 对啊 所以画美生前 入食无 丑媳妇都要见公婆嘛 但别画得一套糊涂 潘老师 这套复原的车马 是怎么制作完成的 说老实话 这个东西啊 让我们这些人 要有能力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这个太困难了 可能我这些学了好几年 木工啊 里面的各种工种 这个很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助于一些 能工巧匠 工匠 我们有幸认识到了 河北离县 有一个刘史正 有一位师傅 叫孙玉怀 他这个一辈子的农村里 他就做工匠 比方做皮革 马皮啊 牛席啊 各种东西 他熟极了 这手 那么我们找到他以后呢 就给他讲解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也没做过 但是一讲呢 他就懂 我是李一贤 林伟师镇 主家左村人 我叫孙玉怀 从小时候 喜欢那个传统的东西 偶然间给清华的 同林彭老师认识了 给了个任务 就是让做这个 都是婚礼的瓦车 当时想的挺容易 后来做起来 也遇到了不少的难题 好比说 这个车骨啊 他这二十一个眼 这个眼睛有角度 稍不注意 就飞了 记者问这个彭老师 说这车 坐得好不好 彭老师说了这么句话 不是好 是非常好 他一说非常好 我也高兴了 一刻他十足落地了 符合要求了 做好了 我们在北京呢 住了一个录影棚 那么他就呢 把这个车 从河北运来的 运来了以后呢 就是要套这个马 那我们都在现场 我们才知道 这个套这个马 是很难的 那个马不听话 不进去啊 对 死活不肯进去 套了这个 那个又不行了 但这个孙师傅呢 他学过这个 这个绳子怎么挽 两匹马要怎么 把它连起来 我们幸亏找了它 套进去 我要说一个小插曲 就一开始套不进去 一套以后 那个车啊 就翘起来了 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完全按照考古 出土的尺寸做的 那为什么 这个一进去以后 就翘起来了 当时我们非常苦恼 这怎么弄啊 什么原因啊 要给解释啊 后来才知道 我们考古出土的 那个车子指寸啊 是我们本土的马 现在我们去借来的马 是汉以后跟匈奴 大量地接触之后 现在这个马都变高了 高了 大了 指上得来总绝情 那我们才知道 这个历史变故啊 竟然是不经意地 给我们发现的 马上临时啊 又跑到河北去拿工具 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周啊 把它抬高 抬高以后呢 它就变得比较长了 然后这个马呢 也就放进去 那么你看 为了表现是晚上 还拿着火把 这是昏车 周围呢 有红布 给它弄起来的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古代人真的是 就我们今天 对古人的了解太少了 其实我们任何事情 要想发展 一定要把前人的东西 摸透了 吃透了 然后你才有机会 再往上走 你不能把它都否掉了 这个智慧啊 我们要尊重 尊敬 好 刚才彭老师 讲到的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的六位学员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彭老师 我感觉这个驾驭马车 是一件非常 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那么在古代 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去驾驭马车 或者是他要不要 像我们今天一样 要考一个驾照之类的这样 古书上讲的 就是说 古代你自己驾马 农村里面 那没人管的 就在政府里面 他一定要是善人 就是这个人啊 他要品性啊 各方面比较好的人 才可以 但是肯定要考技术吧 那肯定要 肯定要 这东西就像现在 你不会开车 我不敢上你的车啊 对不对 你上去一边 整个四个马虾跑 那个 那个谁也不敢坐他车的 嗯 彭老师 我特别好奇 像您刚才说的 一出土有那么多的车 嗯 在古代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交通事故啊 那肯定有的 什么样的意外 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 嗯 其实大家去翻一翻这个甲骨文 甲骨里面就有这个记载 三王呢喜欢田猎 那么这个里面就讲的 他们呢 王 卓 西 啊 大概是抓犀牛这一类的东西 结果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叫啊 小陈什么的人呢 他那个车呢 翻掉了啊 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象形字很有意思的 对吧 这个车轴断了 然后这个车子你看啊 翻掉了啊 滚到那个山下去了 也许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车祸 这三千多年前 三千多年前 记录的一场车祸 对 这个真是不得了啊 彭老师 其实每次我看那个 《铜车马》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感受 尤其是这两个欲者 我就发现他们的笑容 非常的神秘 又有一些矜持 又有一些骄傲 毕竟不是什么人 都能给秦始皇 来当这个驾驶员的 我们古代呢 就说这个驾车的人 尤其是在政府部门 因为你这个驾车 人家把身家姓名交给你了 这是一个 你要对它安全负责 你要有很好的技术 另外呢 要有很好的德性 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 就是燕子 大家知道 这燕子是个子长特别矮的一个人 但他特别聪明 特别能干 在骑国呢 他做到像了 结果给他驾车的一个人呢 是长得高高大大的 每天为燕子呢 驾车 结果有一天 这个 遇者的 妻子 说我这个丈夫啊 给这个骑向开车的 我今天看看她 她是一个什么模样 就在门缝里看 一看呢 哎哟 她这个丈夫啊 神气祸陷啊 养着头啊 拿着鞭子啊 神气得不对了 再一看燕子呢 哎哟 人家就是好像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鞠躬颅也 非常谦虚 哎呀 这妻子看了非常感慨 晚上了 丈夫回来了 离婚 咱们不过了 哎 说过得好好的 你怎么说这个话呢 他就说了 他说你看看人家燕子 啊 生不满无耻 做到像了 对吧 你呢 生过七尺 给人家开车的 结果你比他还神气 啊 你这种责心 我受不了 啊 结果这个预证呢 马上认错 啊 人非一剩一切 说能无过 马上认错 我明天就改 行不行 好 结果第二天 这个燕子 去上车 哎 发现这个人变了 人家原来看在眼里 不说破吧 给你面子 发现这个人完全变了 就问他什么回事啊 他就把这个过程说了一下 哎哟 我燕子非常感慨 啊 算这气质了不得 嗯 啊 那么你也不错啊 你这个 自错就给啊 后来还推荐他去做官啊 啊 那么这个故事就说呢 这个驾车的 坐车的 都要有责心 今天啊 我们的私家车的驾驶员的数量 在全球是第一的 我们拥有最多的驾驶员庞大的队伍 可以说开车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了 当然我们今天也在大力地提倡文明交通 礼让行人 那么古人的驾驶当中 有哪些礼仪 有哪些谦让 有哪些规矩 我们继续把舞台留给彭老师 有请 好 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啊 这个礼仪它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行业 这开车和坐车 他也一定要体现自己的教养 我们去读周代的礼书上面就说到 这个坐车的人 车是很高的 你站在上面更高 你在上面不要发出没有意思的声音 比方说你大声咳嗽 那个旁边的路人一看出什么事了 我有一个大人物来了 你不能这样 在上面不要出声 要低调 另外手不要忘指 车开得很快 你老在上面一会儿指人 一会儿指人那边 要让大家发生误会 以为哪个方向出什么事了 在车里面坐着的时候 这个扭头 扭的幅度不能超过那个车骨 否则好像在偷看后面的人在干什么 人家的隐私 然后出差回来 入国 到了你所在的这个国了 要减速 入国不辞 辞就是奔辞 那样会撞到人 会给人家带来不信 入礼必逝 古代五家为五 五五为礼 一礼二十五家 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要跟周围的人要逝 逝呢 就是那根横杆子 你抓住了以后 这个头呢 要往下低 这致意 不是把头昂起来 入礼必逝 君子逝黄发 你看到头发很黄的人 不管认识不认识 要试 为什么 这个人呢 老了以后头发变白 到白透了以后 他会变黄 所以黄头发的人是年龄很长的 我们尊老尽长 看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试 所以我在课上上 曾经问有一些 把头发染成黄颜色的女同学 我说我今年高寿了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就告诉他 在中国文化里面 这头发黄 是年纪大了 你想显得年轻一点 还是显得老气一点 比起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那么作为这个预则 需要有很深的敬意 敬畏这份工程 通知他 这国军的商务要出去 马上有关的人员要到场 那么他自己要站在车的前面 那么有人开始要把视频码往里面套 他在那里监督 防止出什么事情 监督完了 要检查 套得老不老 车后面的情况 全部检查完了 没有问题了 要身上的灰要展干净 表示一种恭敬 然后上去 这时候国军还没来 他要跪着坐 把车试一试 这个车走了五步 停下来 然后国军上来了 然后车再走 所以那个时候 在政府里面有身份的人 他都要学习这些 因知应惠的礼仪知识 那么给整个社会 一个正向的 一个好的观感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彭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彭老师 也谢谢六位学员的积极参与 谢谢各位 找道理 按照礼仪的要求 我站了两个小时 在这里 最后我这样向你们行 你们应该站起来 对不对 要学到嘛 你们要 要有效应 好 我们谢谢 谢谢彭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彭老师 谢谢您 好 三千年文化看陕西 这是大家现在熟悉的一句话 三秦大帝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 也留下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那长期一来呢 学术界都把秦陵铜车马 视作帝王软架的象征 它具有极端复杂的制作工艺 也具有精准的写实主义造型 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同时它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成就 它代表的就是灿烂的中华文明 两千余年前所达到至高的高度 我想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再一次向古人致敬 向中华文明致敬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考古公开课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